歡迎收看廣播消息 劉委會今天宣佈說 為了開始開放 這香港歐盟的民眾可以來臺灣 遊行 讓人認為說是對到廣播交流 討伴出生意 中國國台辦 早上是法報新聞 又表示說 原理協助 為臺灣農宜三品的這個進口 還要改進的時間有比較敏感 將自二十日九點起 恢復港澳居民來臺申請 劉委會宣佈 哭入國內邀請溫定東河 為了推動疫情健康優遜交流 二十日開放港澳居民來臺州遊行 也港部開放港澳居民 願簽家混沌停留申請 港澳來臺州遊行在開放 郭台瀑十三是發佈新聞 又表示願意協助開給臺灣農宜三品輸集 願意臺灣農宜三品滴消困難 臺灣基山民眾在到實實在在好處 不過該進的時期點是很敏感 剛好就是國民黨副主席 回憲中國國官後 連下留委批評不接受通政策略 夏立元副主席去的時候講得很好聽 然後把這個功勞就做給國民黨或是所謂的這個非綠的這些政黨 但是過了一陣子以後呢 如果有出狀況 然後又推給民進黨 我想這樣子這個兩手跟分化的重戰策略呢 國人不應該忽視 夏副主席這一趟中國大陸之行 隆移民的困境 也反映給當地的主管機關 假設有這麼好的一個結果 我們表達歡迎之意 希望中國大陸經濟歸經濟 政治歸政治 劉委會也保佑中國 不能將進步措施 動作對待通前的工具 用先卡住的 加持出文匯的手段 調工的整理操作 對兩派農機散業等官發展 跟兩派農生活動無幫助 記者綜合報道 謝謝 感谢观看